在台湾拼选举的这段过程当中 其他国家呢 也都有各自的事情发生 而在北韩这段时间在干嘛呢 在忙着要试射飞弹 这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呢 这个月的18号呢 他带着夫人李学祖 还有女儿呢金朱爱 来看火星17型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 这个飞弹呢 北韩怎么讲 是全球最强大的武器 它的射程呢 是可以直接攻到美国的本土 好 那么当然啦 这一次啊 他们觉得试射的非常的成功 还把所有的拍摄影片呢 拍了跟好莱坞的动作片一样 另外呢 大家也觉得比较好奇的是 居然是带着金朱爱来视察 这是他北韩官方所示出来的画面 都可以看到 女儿呢都会看望着爸爸 露出非常的崇拜 非常敬爱的眼神 那么其实呢 在金正恩部分呢 他有一个儿子 但是这一回呢 他带的是金朱爱出席 所以外界就在讲了 这是不是提前要来布局 他们的接班领导人地位呢 也许是带着金朱爱来视察的 後継者どうなんだ という点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CNJ今天报道了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报道 主播在报道当中指出 这一场选举是台湾的其中选举 而对于执政的民党大败之后 蔡英文宣布辞去党主席 在台湾的国内 是台湾的带领导人 在台湾里的拥有 報董中指出蔡英文未來無法再競選連任 不過她依舊會維持抗中政策 對於台灣9和1的選舉 CNN並沒有多做評論 不過引述了大陸國裁辦對於選舉的看法 國裁辦表示選舉結果是反映台灣的主流民意 我會選擇 感谢观看